至於對美國造成什麼傷害呢? 他提出了很多點 所以我說這個報告相當的全面 我不詳細講了 但是逐點講一講 例子我就不講了 因為沒有時間 他說在美國本土受到中共的影響 包括什麼例子呢? 就是美國的大學 有大量的中共的 和中共有關的活動在美國大學進行 我想這就是在美國大學裡面 開黨組會議那類的東西 然後在美國很多城市建立秘密的警察站 然後很多社交媒體將美國的信息傳回中國 中國製造的無人飛機 現在廣泛是在美國的紀錄部門 紀錄部隊裡面是在應用著 前所未有的商業間諜行為 很多大陸的黑客是取得很大量的美國人的敏感個人資料 很多友好協會和統戰部的一些團體 是參與了很多遊說的工作 在美國從美國的main street 即是政府所在地 到荷里活 到華盛頓都在那裡兜售中國的影響 令到很多美國的商業 美國的公司 是為了中國的市場 是願意去犧牲美國的價值 譬如說舉例 譬如說NBC球隊這樣 因為他求願支持香港反修例抗爭 因此受到處罰等等 就是變成幫中共實行言論控制 然後他提出美國今天的大學 已經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公開進行學術的討論 而不怕受到這個外國的干擾或者威脅 荷里活和很多重要的體育團體呢 自覺地為中共呢 是這個禁制言論 還有他提到美國的公共衛生事業呢 是因為跟中國的合作呢 使得他們盡量是壓抑有關要調查武漢肺炎 真正起源的所有調查工作 那就是說他數下這十幾點呢 都是說明中共的影響已經實際上 已經是很實際地影響著美國社會的運作 改變著美國社會的一些基本的精神 那這個是他講這個美國歷屆政府 由於實行這個對華接觸的政策是導致的後果 好啦 那他這裡提出一個對策 那這個呢 他主要是有五點對策 第一點就是保護美國的家園 第二點是保護和促進美國的繁榮 第三點是重新安排美國的國防的態勢 第四點就是約束或者限制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第五點就是實施全球的領袖地位 那這個呢都是很…就是…他提出每一樣東西 都是有目的、手段、哪個單位負責 希望達成什麼影響 是很有系統性的 那我就…或者略略呢 是…講一講他每一個手段啦 第一個手段是…是保護美國本土 那這個呢就是提出呢 要限制中共在高等院校的那些活動 比如說空子學院啊等等 然後呢要消滅中國在美國建立的非法的警察站 第三呢就是要取締一些中國的通訊軟件 因為這些通訊軟件呢是將大量美國人的習慣啊、私隱啊 傳回去中國大陸 然後呢就提出呢要跟各州和各地方的地方政府 就是加強溝通 向他們宣講就是這個中共是怎樣進行滲透 然後呢就是要制止一些有邪惡目的的土地收購 因為他已經發覺呢 已經發覺很多中共在一些美國重要的軍事設施附近呢 就是要購買土地 以便建立一個比較接近的一個監聽陣 那所以呢就是這個已經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了 然後呢就是要限制中共的遊說工作 凡是幫中共進行進行遊說工作的 都要將它列為這個外國代理人這樣 還有很多類的就是相關的措施 那還有它要促進美國的經濟發展 因為它認為歸根究底經濟發展才是戰勝中共的最主要的手段 然後呢就是總體而言我覺得這個報告呢 是相當之全面 還有呢它是提出每一個政策都提出目的、手段、誰負責、怎樣執行、想達到什麼效果 就是五個因素它每個手段都有很詳細的解釋 然後呢就是寫完這個報告之後呢 傳統基金會呢會繼續去跟進 就是對於每一個建議怎樣可以去實施 所以我覺得這個報告是一個相當全面的對中共 就是對應中共的一個相當全面的政策 它顧名思義它開宗名義就是強調 美國和中國的新冷戰已經開始了 就不是好像拜登那樣 啊 我不想和你打冷戰這樣 這個是美國回歸現實的一個表現來的 啊 好 啊 啊